88M730 投資補習大迷信 上2015年7月14日Investate48談財經湖孟清補習社盛行 是因為有公開考試的存在,造就大批升級補習天王 而投資學習班的冒起,卻是因為人人立志要搶大牛市大佬 同時成就了一批新進股神、股票投資奇才的出現 很有趣,補習天王或憑其經驗,令部讀補習社的學生 最大收獲是獲帖中的試題 同樣,投資精讀班對報名學員來說,最實在就是股票貼士 不過,有趣的是,公開考試一年有一年,補習天王試題的命中率及格率 即使偶有失手,無論地貼、報章廣告 依然是屬口屬面的一批補習天王 相反,牛市的形成帶來一批股神身面孔 每每隨著市況調整,小股當炒降溫 總會有一批原被供應為投資高手的人物 大概會消失於模型 補習社及投資精讀班的存在 事件基於一個共通點,就是一個快字 前者是在最短時間內,獲取最佳的公開考試佳職 後者當然是在最短時間內,賺取最大資金回報 兩者共通點如一,但投資市場是現實及殘酷得多 公開考試可以重讀,在股票市場大幅虧損 要赤出時間就要耐得多了 投資資精班的導師,部分宣傳得有如身懷特異功能 秘技,能預知未來,動式先機 的確,這批自命骨格精奇 首持武林不敗秘給知其人意事 既膽感兜售絕技,或許真的天生意品 擁有已於常人的本領及在某段時間內 累積相當具備準成的投資秘訣 不過,他們所尊嚴及主攻的技術分析與入市信號 在轉角市出現時,會不會是屢次失效 亦是鐵一般的事實,運用以往的走勢 去解釋任何技術工具的神奇力量 神奇的事在於他們是分析以往,而非與是未來 其實,要分析市況與大環境 應以宏觀因素、基本面及技術兼備 但達前台還是先要考慮前者,再用技術分析作為輔助 而並非先後次序對調,甚至是宏觀及其他基本因素如無物 正所謂盡信徒不如無徒,因盲從徒表走勢而中復 事有發生,就算股價每每因有一定數量信徒支撐 而出現特殊而短暫的突出表現 徒表陷政卻會不會是徒表派出事後用作開脫的理由 不需要開死因聆訊,表面上的理直氣狀 實質是死於迷信單一指標,股市有如鐘擺 如是過火,如要回歸,技術走勢既不能沉迷 但同樣地,對於宏觀基本因素亦不能執迷不悟,篇幅有限 下其族,逢周二,四看出網站文章 2015年7月14日談財經湖猛青投資補集大迷信 上H.T.T.P. 母號相斜線 www.am730.com.hk 赤線Columnar 或線272739